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台湾有个妻女子叫黄志贤黄志贤对于大陆的事情对于中美关系的事情看的那个清楚的劲啊我跟你说真是女中豪杰黄志贤在2022年有一篇新年改言读了以后呢有些许感动新年俱语他的标题叫抛弃幻想撸起袖子干大概要点是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不管呢说中国是竞争对手还是战略敌人 都是文字艺术用来争取军费的妖魔化中国的唯一的目标就是不准中国强大为了不让中国强大全方位反对中国领海领空体制经济科技中国的一切正当性反正是一句话就是美国不想让中国好好活着 中国最好是极贫极弱的有一点发展但是不能超过美国的就是帮着美国帮着美国小兄弟代工低价生产的中国必须全面开放一切市场让先进国家垄断掌握中国所有的关键产品资源和市场 中国市场对美国本来就是开放的呀但美国对中国不是最近因为下架新疆产品引发的退卡潮的山姆商店是美国超市沃尔玛旗下的沃尔玛本来在大陆也是超级巨头啊 大陆超市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食品消费品也是美国品牌美国产品美国资本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 咖啡市场快餐市场都是你美国人占领中国市场了吧美国汽车在大陆不管是三大汽车厂还是什么特斯拉都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几亿人都在使用苹果手机吧不用苹果手机用的也是你安卓系统吧 个人计算机用的不管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都是你微软系统吧 定义审美的时尚传媒也是欧美的国际版大学里边不管是自然课社会课人文课 都是欧美的理论发表论文也必须在美国人所掌控的国际期刊上黄志杰认为第三条所有的网络平台背后都是国际资本 所有的网络应用都是美国掌控的网络系统和芯片在这上面运行啊企业上市是美国投行掌控的 但中国向欧美的出口绝大部分都是代工的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对美国市场成功的工程掠地只有一个华为只有一个大疆 结果是上了黑名单全面打压 还有第四条 中国第一个发现新冠疫情 但是被抹黑并制造成了隐秘疫情 中国歼蔽青野 中国控制疫情 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动态清明 反倒被人家打压 被人家抹黑 说中国没有人权 中国是极权 中国在新疆打击的恐怖主义 让老百姓享受和平安定 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 我说存在就存在 中国说什么做什么都不是事实 不但用欧美自己的传媒做国际舆论全面的颇份栽赃 天中国自己的某些国际新闻也被下架封杀 所以我就说你在新疆种族灭绝 我就说你中国强迫劳动 然后我发动产业封杀 每天说每刻说 当做千真万确的事实来说 全世界只有美国的声音 只有美国说的故事 中国的声音 中国诉说的事实 谁能听得到呢 他举了个例子 就是中国驻美大使 秦刚接受国际媒体专访 这么重要的 人人都想了解中国到底说了什么呀 美国媒体对中国驻美大使全面封口 就是让全世界只剩下美国的声音 秦刚说的话 没有一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 第五个方面 黄志贤说 从太空上 中国本来原来只能依靠美国的GPS系统 现在中国自己又围抖了 中国在太空的成就 美国人妒忌 美国人打寒 所以美国人认为 不能让中国打压美国的太空霸权 于是就发生最近我们知道的事 低价的 低界的 一大堆的星链卫星 靠近中国空间站 威胁中国卫星 中国太空站的安全 手段之一 人家的目标是四万两千颗 天上的星链卫星 加上特斯拉搜集的大数据 再加上人家的无处不在的苹果手机 可以产生什么东西 产生战略优势 细思极恐 是不是 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黄志贤谈的也很对 意识形态战争更可怕 电影上气 斜掉眼神美 回行针网络洗脑 震弹学院 南京大屠杀 洗白事件 这些东西都浮出水面 我们看到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冰山一角 水面下面对中国的攻击 未来只会更多 只会更深 只会更用力 所以他们希望这种方式改变中国 让中国自己觉得不配 让中国自己觉得理亏 然后呢 让中国人呢 心悦成福 接受美国的制裁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台湾 台湾问题 台湾会不会是美国最有价值的棋子 因为台湾是带着海量财产的 和中国文化基因的底子的 那现在台湾跟美国绑定了 全世界跟大陆最相似的地方 你想除了台湾还有哪 跟大陆的基因吻合的 也只有台湾 但是台湾人的意识形态 却被美国人称光改造了贴合 台湾对美国的贡献 无可估算 黄志贤有个判断 他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击 会是长期的 全方位的 会打到最后一份力量 他不会因为中国有任何善意 中国任何妥协而停止而改变 中国 我没有做好准备 对美国人的丑恶 对美国人的残酷手段 黄志贤提了个口号 他说让我们 撸紧袖子 抛弃幻想 准备战斗 我跟您再透露一个信息 您想一想 计划社的高级记者 杨兆波先生与长期研究信息安全的两个名字不方便讲出来的一个叫谋算子 一个叫老道子 交流沟通的时候获悉了这么一则信息 今年美国对中国的网络信息空间实行步步为营 全面绞杀 制裁 围困 围剿 打压 遏制 再进入到了一个清洁网络全面覆盖的新阶段 2021年6月3号 拜登政府的美国财政部把中国的电信 中国的联通 还有中国移动 列入到美国政府综合制裁名单 意思就是说 中国电信是我们的家联系美国和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的主要运营商 也就是说这个命令生效之后 在美国和中国境外占中国电信全部基础设施 65%以上 网络 接入点87.5%的云交换中心 还有68%的离线托管中心 还有差不多40% 弹性连接平台都将被美国强制断服 甚至断网 被迫转移链接 受全网整个运行体制机制的影响 即便是你设在中国境内的上述的网络技术设施 也不可能幸免 无论你是IPV4呢 还是IPV6 或者是服务者 依赖于互联网的现有的服务设施 所有的应用和服务 这包括是盘链吗 物联网 公控网 电力互联网 一旦中国电信 进而中国联通 进而中国移动 等等 被迫断网 或者网络运营事实上瘫痪 或者给你玩一个局部瘫痪 给你玩个间隙性瘫痪 那你从中国电信 推送的 传播的 解析的 所以解析就是寻找地址的 储存的 检索的 数据信息服务 都将被迫终止 咒之于错综复杂的运辉链接 出现严重的不稳定 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就是CUA 已经收到了这个美国方面发布的关于撤销和终止程序启动的命令 可以决定不久将来 也将面临着CTA的同样的遭遇 中国联通的美洲公司 链接北美洲21条海底的光缆的线路 美国当地呢 共同管制10个网络接入点 还有10个数据中心 两个云交换中心 还有两个智能视频网络等等 那美国人如果说我依法 我现在给你断掉 你知道这是个什么结果 专家说了 这一结果就意味着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 中国的这种网络运营商 以及所有的平台都会陷入到受制于美国第一陷阱 其次是技术智库 第三是政治困境 网络空间主权怎么办 安全技术怎么办 数据生态被殖民化 网络被污染了 被人家彻底控制的局面将更加严重 黄志贤的说法 杨兆波的说法 我认为都是把问题估计的比较充分 事实上困难也的确很大 因此2022年 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准备应对非常恶劣的局面 黄志贤 杨兆波 他们的提醒不是多余的 感谢收看本星 下期